小肠是人体消化系统中最长的一段肠道 位于胃和大肠之间 以下是关于小肠的一些基本信息 结构 小肠分为三个部分 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 十二指肠是最短的一段 位于胃和空肠之间 空肠是最长的一段 连接十二指肠和回肠 回肠是最后一段小肠 连接空肠和大肠 功能 小肠是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场所 它具有许多绒毛 这些绒毛增加了小肠的表面积 提供了更大的吸收表面 在小肠中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被进一步分解和吸收 消化酶和分泌物 小肠内壁分泌多种消化酶和其他分泌物 协助消化过程 这些酶包括乙蛋白酶、乙淀粉酶、肠酶和胆汁酶等 它们帮助分解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营养吸收 小肠通过其壁上的绒毛吸收营养物质 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通过细胞膜进入血液和淋巴系统 然后被运输到全身供给细胞使用 肠道菌群 小肠中存在着大量的益生菌 构成了肠道菌群 这些益生菌有助于消化过程 维持肠道健康 并参与免疫调节等功能 小肠问题 小肠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如炎症性肠病 小肠脚痛、吸收不良、肠羹组和肿瘤等 这些问题可能由疾病、感染、遗传因素或其他因素引起 小肠在消化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确保我们从食物中吸收所需的营养物质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小肠健康的问题 或需要进一步的建议 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的意见 只有医生能够根据具体情况 提供最准确的诊断和治疗建议